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之内就打了14场的高尔夫球 就是早上就去打 打完以后中午吃午餐 午餐就去找下午的哪一场在哪里打 然后马上就开车去 那个时候就最疯狂 但是因为后来就就有了小孩子 因为打球其实需要的花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最近几年就比较少去打 令克勤这么疯狂的其中一个原因 原来是太太比她还疯狂 特意去考了一个教练牌 不止两位有没有感染到孩子们呢 他们也学过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 高尔夫球比较静态的 足球可能比较动感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们就比较喜爱足球 还有他们可能电视上面的直播比较多 所以可能要他们去来看看 这一次的香港的这个比赛 谈到早前原地在澳洲举行的荣祖儿李克勤演唱会被取消 令粉丝大感无奈啊 我们也非常的无奈 因为其实所有都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其家人也买了机票陪我一起去 但是最后的几天他们告诉我是 其中有一个主办的单位出了一点状况 可能现在会延到明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再做话 但是私人是不惯我们的事 但是我也希望可以跟所有买了票的歌迷朋友说一声不好意思 还有我知道有一些是从香港飞过去看的 特别抱歉 希望他们可能 如果我们真的二月份在做的话 希望他们可以过去看吧 另外最近也网传 克勤有望夺得刺刹男歌手金奖 当事人又怎么看呢 没想太多 平常是吧 都听人家讲啊 我觉得我们在做音乐的 尽量把自己的歌唱好 其他的我觉得就叫给参与公司去做吧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说过 今年希望可以参与 如果时间选合的话 参与所有的颁奖 所以无论成绩怎么样的话 都尽量会抽时间去 能这样传出来应该都是有数据的 香港报导